在2018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上 LG集团急于展示本公司的最新家用机器人克罗伊 可是克罗伊却很不配合 为了帮我展示LG集团AI系列产品 有请克罗伊 早安 大卫 你好 我能帮你做什么 克罗伊 我的衣服洗好了吗 机器人也有心情糟糕的日子 面对克罗伊的冷落 LG集团电子产品美国分部副总裁大卫·旺德维尔 只好换一个话题 克罗伊 今天晚饭吃什么 克罗伊是一个小型机器人 用来控制智能家电帮助我们做家务 没想到大小姐克罗伊完全不给老板面子 看来机器人捣乱的时候 不但不会改善我们的生活 还会给我们添乱 不过另外三款概念机器人似乎很愿意配合 服务员机器人 搬运工机器人和购物车机器人 长得很像克罗伊 只是个子要高大得多 服务员机器人可以把早餐送到你的房间 不过今天他送来的是报纸 搬运工机器人可以帮你把行李送到你的房间里 不过另一个好处是他可以帮你快速地办理住宿和退房手续 最后消费者可以用购物车 机器人扫描商品的条码 节省在超市购物的时间 另外LG集团凭借多年制造电视的经验 推出了最新的AI互动高清电视 LG2018 OLED TV LG2018 OLED TV 先进的技术给我们带来全方位的体验 至少从广告中看 这些产品还是很听话的